第803集 一道剧烈的爆炸声响彻云霄 血剑门中一位入神境四层天的强者 应生生是被星剑门老祖杀得肉身寸寸断裂 乃至于最后自爆 星剑门老祖力批一剑 斩废一个入神境六层天的血剑门的弟子 怒喝道 他们只剩下九人了 众人合力 诛杀这次从血灵族降临的血剑门出生 来日我等可以随意进入高五世界 不再有任何阻拦 他握住手中短剑 催发全身弃血 爆出一剑斩灭一位入神境六层天的血剑门人 跟着他同奎龙这位入神境九层天的强者厮杀在一块 虽然低了两个境界 但毕竟存活上万年 这些差距短暂可以暂且弥补住 夜晨 老夫们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 你可要完成你答应我们的事情啊 这次为了帮你阻挡血剑门人 老夫的星剑门恐怕都要没落一段时间了 你若不带我们踏入那个地方 你便是言而无信之人 而此刻的夜晨自然不知道昆仑须发生的事情 他本想审问面前的两个衣衫褂褛的女子 关于己思青和夏若雪的下落 却没想到一股极强的力量穿破虚空 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一种被窥伺的感觉 就好像有强者要强行查看他的命运 这力量他甚至无法抗拒 但就在那力量要破开一切阻碍的时候 他口袋的黑色石头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同时轮回墓地中 锻造神军带他见到的黑色石柱 居然传来了一道龙银 原本暗淡的石柱竟然闪烁着一道光滑 光滑的背后隐隐浮现出了三个字 其中一个字正是人 苍尽有力 披靡天下 夜晨自然是察觉到了轮回墓地的异动 他扫了一眼那个石柱唯唯一惊 这石柱怎么会有龙银 还有 这石柱为何与黑色石头有这么大的关联 看来石柱背后的秘密才是轮回墓地真正的秘密 夜晨话语落下 锻造神军的声音便响起 如果我没猜错 刚才灵运先尊的本体已经发现了这里的事情 他想必动用秘法妄图看穿你 好在被那人阻拦了 估计灵运先尊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 夜晨一证 他可是了解灵运先尊的恐怖 却没想到这石柱背后的存在竟然更恐怖 不过他也有自知之明 短时间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人 眼下夏若雪他们的安危更重要 夜晨眸子落在了受伤的两位灵运先尊的弟子身上 刚才你们应该也感受到灵运先尊的气息了 他都对我无可奈何 你们还想挣扎 两人此刻表情极其猙獰 甚至恐惧 刚才夜晨身上的气息 切切实实是师父的秘术 可是秘术骤然碎裂 师父必然受到了反噬 怎么可能 连师父都奈何不了的人 他们有什么资格抗衡 犹豫数秒 其中一人开口道 那些确实是其中一人的 只不过那二女没有答案 师父对这两人极其在意 至于他们的下落 如果我没猜错 他们和师父都回了昆仑须 与此同时 昆仑须外围 彻底乱成一团 杀 一位灵城附近的强者 手心萦绕出一团黑色光球 抛飞出去落在一个血剑门弟子身前 光球迅速爆裂开来 出现成千上万的剑气 迅速将这位入神境 似曾天的血剑门的人诛杀 今日杀了血剑门的人 不日我等随意进入凌晨 主掌老门主随我杀 暗星一剑 他寄出一剑 四方黑云涌动 无数雷电闪烁而过 迅速将一位入神境三层天的 血剑门人包裹住 而后 一道道黑色剑光滑过 纵横而出 将这血剑门人诛杀成两半 正当此时 和夜晨约定的凌晨附近的 入神境强者都赶来 八大势力所辖 能赶来的入神境前期二十三位 入神境中期十七位 入神境后期八位 一起围杀六位血剑门的人 包括奎龙 这位入神境九层天的强者 百剑门门主一边拼杀 一边低语道 夜晨 你要守信用啊 老夫们这次与你结盟 可是彻底跟血剑门得罪了 你要是敢反悔 老夫们就敢杀入昆仑须 混蛋 你们这些混蛋 奎龙被星剑门老祖 百剑门老祖围攻 被杀的仙气都遗失 浑身鲜血 凄惨无比 你们这些混蛋 不用多久 你们全部都要死 一定要死 可恨 可恨 这一定是夜晨那个小杂种安排的 我的师弟师妹啊 该死的夜晨 居然安排这么多入神境的混蛋 埋伏在昆仑须之外 昆仑须一定要灭 三千年 居然还敢反抗我们血灵族的血剑门 一定彻底杀干净 你们这些蝼蚁 胆敢围杀我们 我派老祖 以知晓昆仑须的事情 你们还不停下来 奎龙一拳 轰飞星剑门老祖 却被另一人 一剑杀的手臂断裂 疼痛万分 环顾四周 自己带出来的九个师弟师妹 此刻只剩下一个人了 像刚才 我们十个人 入神境巅峰一人 入神境后期一人 中期五人 前期四人 如此浩大的阵容 简直比魏无诚出了时 还要强大的多 甚至强大十倍 可我们还未进入昆仑须 已经被凌晨附近这些混蛋 杀的只剩下我自己了 简直该死啊 你们还不给我停手 不日 我等宗门强者降临 你等宗门毕灭 奎龙被一剑冻穿胸口 却是迅速取出一块令牌 怒喝道 停手停手 再动手我捏碎令牌 请神王静师尊降临 诛命而当 此话一出 四周寂静下来 所有人目光深邃的 凝望着奎龙 诸多入神境强者 包括血魔山主 和蛟龙红武都来了 一人一龙 刚才打抱一个入神境 前期的血剑门弟子 众人包围着奎龙 都目视着奎龙手中的令牌 有些忌惮 但是答应叶晨的事 又得做 一时间都有些纠结 一旦在杀奎龙之前 令牌被捏碎了 要是真有神王静强者降临 岂不是在场所有人都要死 你等卑贱的东西 还敢围杀我血灵族的人 围杀我血剑门的弟子 奎龙捂着胸口 唇角挂满鲜血 露出诡异的笑容 怒喝道 你们是不想活了 现在你们要是敢杀我 我师尊马上降临 图光了你们 给我跪下 背剑的东西居然敢挑衅我 还敢杀我血剑门的人 必须让他们跪下 跪赢我派长老护法掌门他们 然后再虐杀 跪下 你确定 星剑门老祖目光深邃起来 确定 给我跪下 奎龙的话刚刚说完 便有数道兵器攻击杀来 三刀三锤两剑 把柄仙器分别从各个方面袭杀过来 直接洞穿奎龙的身躯 更是磨灭了其神魂 令牌也被星剑门老祖拿到手中 一道爆裂声传出后 入神境九层天的奎龙被打爆 令牌却是闪烁出一股光泽 一道虚影显化而出 愤怒道 而等孽措 还敢杀我血剑门之人 我等血灵族强者 明日会降落 你等还不 话还未说完 星剑门老祖一剑便斩灭了虚影 他的目光转而看向其他人 各位 结盟的事情可能出了问题 但是大家和叶晨都是一条船上的了 现在我们去昆仑须吧 我手中有令牌可以联系叶晨 让叶晨的师尊们来相助 这个 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血剑门怎么这么快大举进攻昆仑须啊 周围所有人等等都是一脸哀叹 原以为只是帮助叶晨抵挡一次血灵族人 所以大家都是亲尽全力而出 以多打扫 以己方之死亡 两位入神境前妻长老的情况下 诛灭了血剑门等人 原本值得庆贺的 确实没想到 血剑门居然要倾巢而出 血灵族人 是主要构成血剑门的门人 杀了血灵族的人 等于和血剑门结下了深仇大恨 按照三千年前 血灵族的狠辣手段而言 所有人都暗自叹息一声 没想到啊 根本没有想到 血剑门的第三拨人 居然这么快就要出发了 不是说空间传送阵用一次 要冷却十年吗 怎么第三拨人能这么快抵达 其中一人询问着 寻常神王境和入神境 只能等待空间传送阵 再次抵达 星剑门老祖却是叹息的 可是如果是河道境强者带队 再不计是混元境强者带队的话 可以直接用数法抵达 带着几十人穿梭茫茫空间 直接来到这里 星剑门老祖叹息一声言道 混元境强者出手的话 撕裂空间再来到这里 需要三天时间 如果说河道境强者亲自出手 恐怕只要一天时间 就会来到这里 我还会有论吗 我会有论吗 但是我会有论吗 我会有论吗 我会有论优先